投资金业 節目主持劉達明 歡迎收看今晚三位令和喬之星的投资金业 再介紹一下今天我在直播室的嘉賓 特別嘉賓就是Corey Banker的名字 主持人Gina 另外我的嘉賓就是Corey Banker 中國的邱香國主席 邱總 第三個嘉賓就是在新澤西州 美國上來的我們加拿大 Corey Banker的會員服務經理 Mr. Ron Harris 剛才介紹過一次 現在入政題 我們說說中國和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和加拿大投資聯合 有什麼關係 對 邱總我想先問你一下 8月24日 股票大跌 在國內股票大跌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情況會影響到 中國的投資 或是移民會增加 或是他們會特別把錢轉到國外投資 還是會留在國內裡面呢 今天就問到 8月14日全球股市 都是崩潰式下跌 問到 邱總 這件事發生之後 會不會投資者 或是國內 或是國外投資 或是少了還是多了呢 邱總 對 中國的那個成交的量體是很大的 那如果對於海外的投資來講 我們預估大概佔整體量的成交量來講 大概百分之二億 那因為這個還是屬於小眾的 就是海外的投資的項目 但是海外的都是我們講的富人有錢人去購買的 那黑色星期一這股票的事情 股票的這個震盪 當然會影響到一些投資的心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可能會認為說 他有錢的人 他這個時候就覺得是說 我可以這個時候更積極的去投資海外的一個房子 然後做一個 因為畢竟海外的房產是有產權的 永久產權 對對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有可能會想說 那國內的股市這種太過刺激這種 這種方式的這種遊戲的話 他就會想說這個時候可能會加入這個部分 那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講的話 因為國內中國的那個 整個的金融投資還是很穩勃的 尤其是政策上面是鼓勵性的 比如說像互聯網家 所以金融行業的話 也是P2P的行業各個都在興起 那國內的投資來講 現在市場還很穩勃 那個利率還蠻高的 回收還蠻高的 所以一般的民眾來講的話 在這個時候說是不是會往海外 沒有影響到那麼大 所以也就是說 原先你如果是在海外已經有 有項目有事業的人 或是一些有錢的人 想要尋求更廣的生活環境的人 他在這個時候會積極用 會積極來再看這個 對 對 但是一般的來講 受眾來講的話 這方面的影響就比較小一點 OK OK 了解 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一就不太大 黑色星期一就不太大 最主要來說就是 如果已經是很有錢的人 他們已經在海外 已經有物業或投資的時候 這個黑色星期一 會令到他們可能會更加在海外 作更多的投資 但是如果以一般的小市民也好 投資的回報率也都非常之高 也都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是那麼容易令到他們可以 移民去海外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也都將錢 會留在國內 繼續去炒股票 或者去做一個物業 但是最主要來說 如果你是有錢的那一班 就可能會積極在海外 繼續買物業的物業 那些貨物太大了 現在好像已經穩定了 我的故事也說 是啊 OK Ron 好 Canadian dollars Yes Quite weak I'm going to US We're going to Any Canadians going to US We always have to count OK $1 equals to How much right We welcome you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Sure Are you going to subsidize us Yes Come on down That's right So we want to ask is that Do you Canadian Based on NAR report Canadian Was number one The top You know Like investors Voidium wise In US And number two In terms of money OK China Is number one In money Voidiums But number two In Voidiums So Because of our Canadian dollars That We feel The Canadians Will have You know Will start worrying OK Am I going to start buying Or am I going to stop buying In US What is your projections So Quest translation Quest translation Martina 關於家園 我們很關心 家園結合了 根據一個報告顯示 原來加拿大人 在美國投資 是最大的 金錢 是最大的 今天就是中國最多 我沒有排第二 但是加拿大人 會不會影響到 加拿大人 在美國投資房地產 多於少了 Arron 好 Canadians Stop investing No It has slowed down It's down to 19% as of 2014 compared to 23% in 2011 They mostly invest in Florida And California But I do not see an overall stoppage No OK 加拿大人 都喜歡去Florida 那邊 Florida 加州 加州 California那邊 在2011年 那個 percentage 有23% 就是在他們那個 NAR report 那裡計 加拿大人 現在就跌了19% 4% 19% 今年未知 今年未知 所以變成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 譬如說 我們這邊可能沒有那麼冷 但是 東岸那邊 經常落雪落得很大的時候 他們可能都是退休人士 怎樣都好 東岸那邊 東岸那邊去大洲 西岸那邊去加州 是的 是的 Now Do you find the potentially developer may give any incentive to Canadians to encourage us to buy Do you Do you think that that might happen in the states in the U.S. Tina問了 發展商 會不會 incentive的誘因 那些刺激性的計劃 吸引加拿大人 下去 多些美國自業的 yeah I would think that most investors and like everyone else is holding on for the elections oh but we have ours yeah everyone gets cautious and see who's gonna you know become the next president and of course who takes over the government but I don't in terms of investors um I think they could be incentives uh to invest I don't think it could be a rush to put out incentives just because it's not a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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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y like 2001 no so you know if anything it's gonna be a slow program of incentives if they're gonna do that yeah okay suna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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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誰做總統 或者我們誰做Prime Minister 他就總理 每個人都會有一點 有時會覺得觀望的態度 哪一個政黨會影響到經濟方面 所以他覺得發展商未必會有 立即推出任何刺激性的计划 即吸引加拿大人更多 他觉得未必会 慢慢就可能会 但未必会是即刻会 现在经济情况未去到08年 根本开始那么差 未到 还有种 对 我想问一下 现在国内的情况 到外国买房子 那钱方面 他们可以把钱从国内 转到加拿大或是国内 有没有什么政策 或是你知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或是买房子的人 或是国内 他对本地人买房子的政策 会不会有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我们就问到国内 又可以带到买房子 都要把这些招务回去了 那国内的政策 对这类的情况 会不会有些公安 或者是最新的政策 或者是新的政策 或者是新的政策 有种 就是说中国人就是要转会人民币到国外的话 他就是有五万的美元一年 有这样一个限制 有这样一个硬性的限制 那除此要在海外购房的话 可以用海外的一些合同 然后用正常的一个 一个这种外汇的管道 然后可以去购房 那现在中国也鼓励外国人 来购买中国的房子 所以在八月底的时候 已经开放限外 限外令 这个原来已经有约定说 比如说你只能买一套 或者说你必须要有些条件 你才能够购房 这些硬性的条件 现在已经开放了 所以已经鼓励外国人 也可以到中国来购房 那我想问一下 OK 外国人你的意思是说 真的是外国外国 还是说外省的 因为如果是说 在上海买房子的时候 如果我是广州人 或是北京人 那他算不算是外省 外国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的户籍是 境外人士 都算外国人 像我台湾人 我也是外国人 对中国来讲 我是外国人 那如果好像说 不同的省份 他们也是 对就叫境外 境外 但是在东西处于中国人 那个是在每一个城市 他会有限制说 你可能只能买两套 那目前是北上广深 还有就是有五个直辖市 还是已经有限制的 那除此以外 其他都已经开放了 OK 那个是购房的套数的部分 OK套数的部分 OK 邀总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每年五万美元出来 就是明明规定的 如果是用一个海外的合同来做的时候 那你用一个正确的渠道之下 它是可以都是运钱去国内买购物 回收国内没问题 对了 没问题的 但是呢 由八月份开始 国家也都去开放了 去想吸引多些外国人 去国内投资 各个限数方面 就没有以前那么紧了 就是说你只可以买一套 或者最多两套 那现在就有很多都已经开放了 那就不同 不同省份的投资者 就是譬如说 我们在上海的 那如果我是北京人 进去上海的时候 那些是属于不同境外的投资 那也都有 始终国内有国内的政策 是关于本土中国人的那个购物 但是比起外国人 它现在是鼓励外国人 去中国国内的投资 OK 现在差不多四十七分钟了 休息一休息一会 本来继续聊 OK